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首歌 《陈梦想仗剑走天涯》 看一看世界的番范 这两天丽江这边有音乐节 给你们看看音乐节的阵容 然后这边音乐节的话 是中午两点钟就可以入场 但是这会儿已经六点半了 今天拍视频剪视频搞得有点晚了 幸好许葳是晚上的压轴嘉宾 这会儿准备剪票进音乐节的场地里面去 带你们看一看音乐节 哇塞 今天的云彩真好看 现在是北京时间六点半 然后呢 这一次的音乐节 是在李亚鹏的野山小镇里面 人还真不少 过来是需要24小时核酸的 我昨天晚上才想起来 然后今天早上一早做的 核酸结果是四点多 五点出来的 已经进入到音乐节的场地里面来了 已经感觉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没有在这么热闹过的地方了 除了戴着口罩 那感觉就跟三年前一样 其实音乐节很多 但是这两年呀 因为这个问题 音乐节经常被取消 这边是雪山小镇之前中间的这块草坪啊 然后这边有很多摊位 都在卖特产呀 卖饮品呀 泡面加蛋 烦牢滚蛋 这什么 正在热红角来一碗 尝尝默喝吧 明天可以吃 爽不喝下午就没喝吧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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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节的现场 还准备了一辆消防车 以防万一 这里有卖花的小摊 然后这里是什么 甜点吗 哇塞 在这个里面好像 还有一家 骑行装备店 口迷你 骑行装备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摩托车 好帅油 哎 这什么车 看起来挺酷的 比较舒服 刚刚问了一下 这个车是雷电250 这边放了几台展车 哇塞 接下来重点就来了 你们见过八缸的摩托车吗 boss 美国的吗 美国进来的 八缸的发动机 采用的是雪佛兰汽车的 八缸呀 第四件哈 然后是6500的排量 太帅了 坐车 大沟 大沟 哇 里面还有个小碗 那个是 那个被卡住了 应该是 老马 有了 以前的银 这边还有一个软件 丑验丑验 还有一个金翼三轮 金翼的三轮 这个是改装过的吗 对 对 定制的 这这个排量 排量是多大 哎这个 河洞多大的 1800的排量 1800的排量 好